好 我們來看到現在疫情連環報 真的是嚇死大家了 今天2點鐘記者會的時候 記者會還在持續進行 LINE就已經你傳我我傳你 大家都在告知別人說 今天333例真的是333例 本土的去年案例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 那麼呢我要來先問問大家 在我們講新聞之前先問問大家 雙北線在確診爆發了 您認為到底該不該封城 如果您認為該請加1 如果您認為還可以守得住請加2 現在幫我們作答 作答的過程中我來講新聞給你們聽 好 就是今天持續的增加 在新北市增加的是148例 那麼呢這個新北市長合友營就說 炒準四級在整備了 而至於台北市長柯文哲他表示 今天我們新增的是158例在台北市 特別是某個社區的感染 已經達到了10% 也就是說呢100個人裡面有10個人是呈現陽性的 好 這個數字不得了 所以應該要自動自發的封城 儘管現在還沒有封城哦 但他認為說如果您休假就盡量待在家中 今天下午中央公佈今天確診人數333人 事實上我們台北市在昨天做的篩檢 1130人有陽性是113剛好是10% 所以表示說這個新冠肺炎已經是一個社區感染 那麼今天早上已經宣布了這個雙北高中以下 包括這個高中子 國中小學還有這個幼稚園還有補習班 安心班的停課以外 事實上我們也呼籲教育部 你知道是不是考慮大學也停課了 另外既然已經在某些地區社區的感染率達到10% 其實我們應該要進行一個自動自發的封城 就是說從現在開始 你知道沒事就在家裡了 那包括我們整個市場上面 除了民生必需品以外 其實我們都建議先暫停營業 我們針對娃娃機店吊蝦場 要進一步的所謂的關閉 因為娃娃機店目前為止是沒有人管理的 而且可能也沒有人去做清銷 那抓娃娃機很多的民眾 可能在這段期間還是會去消費 所以我們要求他全部停業 另外就是桌遊店 可能也會有民眾或青少年聚集 然後AR、BR還有一些餐飲業 會附射卡拉OK 會造成群眾聚集的地方 我們都會要求他所關閉 今天就會發出公告 那其他的餐飲業是民生必需的 我們希望他還是能夠做到社交距離 如果沒有辦法做到的話 我們還是要求他用外帶的方式 那就像剛剛市長說的 我們希望讓這個城市先停下來 才能夠阻斷傳染鏈 我們慢慢的已經走到快接近第四級的防疫了 所以我們不是只有三級防疫而已 我們要開始強化三級防疫 所以有一些會必要的 我們都會開始嚴格的規定 落實的執行 我們先從我們自己不守規矩的 不守配合防疫的嚴格的處理 慢慢的我們開始強化到三級 市同慢慢走到準事局 要做好充分的準備 所以今天我已經指示我們的支付密市長 我們要做好整備在社區 沒有辦法控制底下不斷的升溫 我們必須要採取高度管制 低度活動的生活方式了 所以請市民朋友要心裡有所準備 市長的強度 只要疫情沒有上來 我的強度的管制會越來越高 特別跟陳部長視訊 問了陳部長 14天 每天都要100個確診 這算全國的 還是算一個城市的 因為他採取的是一種區域豐收 我問了這一個標準 這個標準 其實沒有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說法 那陳部長對這個標準 我就用我們自己新北市的板橋來說 今天板橋連續三天 確診的個案都超過20例 連續三天 如果按照我們這樣的標準 是一個全國100個 每天 那算一算新北市 新北市 新北市一天只要20個確診 連續14天 就要達到市集管制了 是以人口數來算 或是以面積數來算 這也沒有一定的標準 所以我一直建議說 這個部分要趕快討論 要不要授錢給地方 地方是整個狀況 來錢錢處理 像我一直在做分析 我們有雙位數平均 每天有雙位數 後市累積達到 譬如說三天超過30個 我就把它視為我高風險的熱區 我採取的高密度的管制 就會強度就很強 然後會採取低度的活動 所以這部分可能在整個討論上 要部分彈性授權給地方 地方會把所有的做法 跟中央來做報告 讓地方在防疫會 是整個區塊的不同 採取不一樣的措施 所以這個部分我在昨天 也跟陳部長做個報告 那新北市一定會做好 第四級的準備 一定會做好第四級的準備 那麼我們就要來看看大家怎麼說 好吧我們目前呢 就是大家的留言都持續在跑 那麼其實加一的朋友真的是比較多 加一是什麼覺得應該要封城 剛剛覺得說還可以守住加二的朋友 目前看起來比例是比較少 不過呢 其實大家有沒有在想說 那麼加一如果真的封城了 不能夠上班 那如果雇主就是放無薪假 該怎麼辦 大家會不會這段時間 也是沒有薪水的呢 很多人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才選加二呢 好 如果是的話也可以跟若瑜來說 目前加一的朋友真的是比較多 加龍選加一 還有李陽文 李陽文也有來做的啊 還有金群是加一 銀太是加一 TT旺 TT旺 有沒有來幫我們作答呢 好 如果呢 您想作答的話 現在還有機會 張秀珠也是加一 大家目前看起來 加一的朋友真的是比較多 而剛才Donei進來了 謝謝我們的這一位是 路過的龍眼宇宙饑餓的北極熊 說台灣是不是不能助人啦 趕快搬到姐的星球 謝謝我們的這個龍眼 感謝您感謝您 這個時候還幫我們的星球打廣告 好我們就要來看看了 如果四級會怎麼樣 如果四級 現在如果四級會怎麼樣 其實陳仁中竟有講到了 大家如果四級真的是停班停課 關在家裡頭 到底可以關多久呢 其實很多人聽到這個 也在開始想 到底可以關多久呢 陳仁中就兩度被問到這個問題了 他就在說 因為如果要封城 先依法動全身 並不是說我現在立刻下令封 就可以封 而且規定不是越言越好 但到底該怎麼辦呢 我們來聽聽看 請問提早進入第四級的部分呢 目前有這些相關的考慮嗎 謝謝 這些相關的一些討論很早要進行了 所以就和每一個指引在 那指引是不是要做相關的修訂 那我們會研議 那不過現在看起來還持續監測疫情 控制疫情可能是一件比較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這防疫裡面沒有說乾脆 就怎麼樣的 那每一步都要有一些相關的思考 因為動議法也簽全身 然後我昨天也再三強調 這種事情不是說越言越好 越言就是規定就像你剛剛講的就乾脆就封城 那大家能夠被關得了多久 那整體的經濟的活動 然後一些相關的 你不管是健康的一些需要 那整體的變化是很大的 那怎麼樣把這樣的一個分寸拿捏好 在最小的損害能夠做最大的控制 這是政府現在在積極在努力的 那些人跟其他人一樣 我你就要可以做的 那最後,你們該留的 還有そieren 我覺得我們是低潮的 那些人 我們在終於一起 我要看這 greed